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阶段 月球看到是万南高厦的土 酒头厨 红村 要留着天津小客厨 这样的高厦是就位来自黑南的辣妹子 温家改造成的 有一次你跟朋友散步时 看到这栋高热高厚酒头厨 温家就让它去印 甚至亚伯科路好这栋处未来营党 就把它租下来 开始属下到这栋处的故事 对 我们是租了一年以后 然后才想好用来做什么 它原本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就是大动它 只是说里面的装饰 然后墙面稍微给它粉刷了一下 然后院子给它装扮了一下 增添了一下女植 其他没有就是大的格局都是这样子 面粉缠车 踩踏车 生雕胸 蹭岩顶万南漏东西 摆在古厨的国家角落 这漏东西有的是我们家去倒倒来 有的是出品到上海里面 在这个改造之下 漏东西有了新的贵属 在古厨当中 总是没有经历的发现色彩 有个神奇的东西 看得好看的 然后和骨错比较搭的 然后就会给它逃过来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缝纫机 还有后面我们大厅 大厅不是有一个门屋吗 它其实是那个床 然后还有那种以前的那种 放洗脸盆的那种架子 我们就用来放绿植 还有二楼的茶桌 它都是那种门 就大的门 然后加了四个脚 给它做成了一个茶桌 所以这个会也是一个亮点 还有就是可以让客人 找到它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高厨设计 简单当中 有个穿完到漫南古代的红菜 2020年 我们一起的嘉年朋友 决定将高厨 改造作一个 一泡地产品的地方 欠加多少年人来打卡 还可以用 原来这个邮客 介绍漫南的特色建筑 我们庭院主要还是餐厅 一楼的话是 有五个小包厢 然后加大厅 然后二楼是茶室 有三间独立的茶室 还有天台 2020年 我们家的定义 协平美丽的乡村定义 几年前这个村子 因为拆迁 较多变着现代化建筑 基准的规动高厨 让我们家发言并格利用起来 跟周边的经事结合 欠了周边风格来打卡 也把乡村拖来掩抵去 当时带动当代的消费 助力转新的华丽 因为之前的话 其他人应该也 对这一个地方 就是了解的比较少 然后是因为我们开在这边 然后其他的 像漳州啊 还有那个 其他地方的都有过来 拍照打卡 我们家在家里 选择沃头窟 在设计丁面 白方国内的窃窃 让风格来窃窃 因为时 我们家要设计一些 相关的窃窃 千千种种修建筑 万能不能划定 为设计当中 来启出 搭造米的乡村定义的地窃 也还有一个专门 在拿起基袍窟窟窃 让UK可以换成基袍 在高厨里面 来这种特别的变种修 未来我们家希望 我们继续发挥专业精神 开发更多万能乡村路由産品 让更多人感受到 万能乡村的味料